中國國家媒體說新疆最高官員下令嚴厲鎮壓這個穆斯林聚集地區的宗教極端分子 新華社在星期一報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春賢已經下令官員堅定不移地 壓制非法宗教活動和打擊利用宗教煽動暴力活動 新華社引述張春賢說政府的政策就是要在保護合法宗教活動的同時制止非法活動 中國政府譴責伊斯蘭宗教極端分子在新疆掀起一波的暴力活動導致30多人死亡